在网吧的情侣包间里 一个高中妹子正跟自己的男朋友在里面亲亲我我 都是情斗出开的年纪 情到深处自然浓浓的生了要发情 于是男朋友就开始宽衣解带 准备跟妹子实践一下在学校刚练会的广播体操 这时他们不知道的时 两个人的举动全都被隔壁的两个小伙 用相机偷看的亲亲处处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霸道露出身风的女人 推开了她的房门 然后悠悠的爬了过来对小伙说 嘿 悠悠酸乳吗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来阿观人 我是乐片无数不穿秋空 光是我那儿一站就能让万千宅男把持不住的大美女娘子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部 日本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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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青春的悠酸乳女郎 旺财和铁柱是兰陵高中的卧龙凤厨 最近因为学校布置了一个关于人物转机的调查作业 两人打算用班里的校花为题材 以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 但是想要写人物传记就必须了解这个人 所以从那天开始 旺财和铁柱就天天跟踪小花 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小花的行动轨迹倒也简单 每天放学之后都会跟男朋友一起去喝咖啡 然后再去网吧开一个情侣包间 那么问题就来了 小花跟她男朋友在包间里都干了些什么呢 那还能干什么呢 肯定是干一些情侣之间尴尬的事情啊 可是 看不到的相眼画面 这让铁柱和旺财很着急 毕竟男人都喜欢看这种东西 所以为了更好地观察小花 为了更好地观摩两人的体操过程 旺财和铁柱就 就买了一个八十倍变焦的单反相机 架在小花隔壁的包间里头看了起来 哎呀呀呀 她急了她急了 咦她开始拔衣服了 妈呀开始了开始了 小花和小男友在隔壁玩得如火如荼 旺财和铁柱也在隔壁看得如痴如醉 有妹子的快乐两个人感受不到 但是别人吃肉 自己喝汤也是相当可以的 这天铁柱在街上闲逛 午夜中看到了一个妹子在寒冷的深秋 光着大腿卖油酸乳 这一下就引起了铁柱的注意 铁柱当时看的眼睛都直了 难怪会有这么多男人买这玩意儿 原来都是看妹子的这个玩意儿的呀 这时妹子也看到了铁柱 铁柱有些疯 呃那什么 来个奶 妹子拿几个就递了过去 一瓶七十 可是铁柱给了钱之后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于是妹子就看着铁柱悠悠的问 你有多久没喝过油酸乳了 铁柱挠了挠头 呃小学之后就没怎么喝过了吧 妹子听号淡淡的说 哦难怪呢 便搭了吗 铁柱听号愣住了 那你 妹子随后望着铁柱的小兄弟问 我说你的小弟弟站起来了吗 铁柱听号很兴奋 那你这屋还有这功能 嘿嘿 没想到妹子立马泼了一盆冷水 当然没有啦 说着就收藏自己的东西离开了 铁柱望着妹子离开的被淫愣了好久 那种感觉就跟你拉锡的时候没戴手指一样 过程很开心 结局却有点梦 于是铁柱就跟个小蝌蚪一样 疯狂的追着妹子 可是人家妹子骑的是小摩托 铁柱说了没多久就追丢了 然后他就在那里找呀找呀找了好久 虽然最后没有找到妹子那个人 但是却找到了那个妹子的家 过程如此 铁柱还在妹子的奶箱里 看到了一张妹子给他留的纸条 另外六点不见不散 铁柱兴奋坏了 于是第二天 铁柱就早早的等在了妹子家门口 在妹子回来后 他就偷偷的跟着妹子进了屋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瞬间铁柱就觉得小花不香了 相比之下 至少人家这个妹子是肉眼可见的 大呀 小花的那两粒旺子小馒头 简直就是难以难捏呢 于是第二天 铁柱就打算把自己的人物专辑的主人公 换成这个妹子 可是该怎么了解她呢 该如何下手呢 就在这时 铁柱的好大大旺财找到了她 铁柱啊 我不打算写小花了 我准备写这个幽酸如女郎 铁柱见状很惊讶 那你 你要写的花姑娘不是小花了 怎么变成她了 旺财听后兴奋的解释说 你都不知道我昨天经历了什么 游戏 哎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心地干活 原来 昨天旺财在网吧包间偷看小花的时候 那个卖油酸乳的妹子突然打开了她的门 你好 卖油酸乳吗 旺财当时吓了一跳 妹子见状就趴在地上悠悠地说 也不知道是妹子的油酸乳真的有效果 还是旺财看到妹子的大西瓜后起了生意反应 旺财的小兄弟他居然站了起来 所以随后旺财就对妹子做起了调查 原来妹子叫友荣 32岁 是个离仪女人 目前单身 在一家油酸乳销手公司上班 铁柱停后豁然开朗 よし 难怪这娘们风云犹存非常巴嘎的样子 原来是离过婚啊 看来一定是积累过不少的实战经验呀 既然旺财又对这个女人感兴趣 那不如就一起对这个女人展开调查吧 就这样 抽完箱头的两人一排集合说干就干 第二天两人就一起来到了友荣的家 并且在友荣的卧室外面偷偷架了一个摄像机 然后就偷偷观察了起来 跟昨天一样 友荣还是回到家 抽衣服抽根烟睡觉 可正当两人看得起信 突然发现友荣在被窝里雇佣了起来 铁柱和旺财当时一眼都看着了 他他他是不是在 是的 跟你们猜想的一样 孤身一人的友荣确实是在那个啥 铁柱和旺财看得口水直流 然后又互相看了看彼此的 然后就都傻笑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友荣一丝不挂的走了出来 两人当时都吓傻了 连梦跪在地上不停的道歉 没想到友荣这时却冷冷的问 你俩到底想干什么 旺财听后郑重其事的说 我们当然是想干你 不不不是 我们当然是想深入的了解你了 因为我们在写一个人物传记 妹子听后思考片刻 然后就丢给两人件工作服 想要深入的了解我 至少先从我的工作开始吧 却把我那箱牛酸乳卖完了再说 铁柱和旺财听后都愣住了 但是又为了更好的深入了解友荣 于是两人就带着牛酸乳 来到了友荣平时摆摊的地方 结果 结果好不意外的 没有卖出一瓶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会去买那玩意儿吗 对不对 平时去买那还不都是为了能 多看了两眼友荣的那玩意儿吗 那对不对 那咋办 如果这70瓶牛酸乳卖不出去 友荣是肯定不会给自己深入了解的机会的 就在这时 铁柱集中生智一瓶牛酸乳七十日元 七十瓶就是 西七四十九四千九百日元 反正他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卖出去 我们只要回去给他五千日元 就说卖完了 那不就好了吗 于是两人就把自己的所有的零花钱全都拿了出来 刚好凑够了五千块 可是这酸奶怎么办 总不能把这七十瓶都给扔了吧 于是两个人就一不做二不凶 一口气全给喝了 回去后 两人把钱放到友荣面前 说 我们七十瓶全都卖完了 这是五千日元 你点点 友荣看着俩人又看了看钱 然后抱着旺材就失劲做了几口 完事后又抱着铁柱伸进去做了几口 哈 满嘴都是酸奶味 说完就拿着钱走人了 出来后旺材兴奋坏了 这是铁柱有点不开心 刚才他是不是先啃的你啊 我怎么感觉又吃了点亏啊 感觉跟你见见接吻了一样 旺材听后已很大度 嗨 那又啥 要不下次你先来 铁柱一瓶一下就开心了起来 嘿嘿 你说的啊 可是问题就来了 七十瓶五千块钱 就能得到友荣的法式诗文 那如果下次多卖一点 会能怎么样呢 于是两人第二天就拿了两百多瓶 可是结果 还是一瓶都没有卖出去 那怎么办 这个月的零花钱 昨天就已经全都用光了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 然后两人就把他们刚买来的单反相机给卖了 刚好卖了一万五千日元 果然 这次拿回去的钱是上次的两倍 两人也确实得到了双倍的快乐 至于是什么啊 嘿嘿 那样子这里真的没有办法放出来给大家看 你们看看两人玩稍后的反应就知道了 那么问题一句又又又来了 七千是啃 一万五是莫凶 那如果把钱再翻个倍呢 是不是就能孤三零了呢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两人已经把能卖的都卖了 总不能去卖身吧 要不然都说信铁的脑子好呢 我们可以去打工呀 赚个五万块不就行了吗 于是 于是 两人就来到了网吧 做起了兼职 顺便偷偷卖起了优酸乳 结果在那里 刚好就碰到了笑花跟男朋友来开情侣包间 两人见妆 一笑着说 嘿 哟 来了 我们这里还有包间哦 笑花一看是自己的同学 转身就想走 没想到铁柱拿起一瓶优酸乳就拍到了椅子上 一瓶一千 不买的话 我就把你在这里那啥的事你说出去 笑花听好我有点疯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好花大价钱买下了这瓶优酸乳 尝到甜头的铁柱和旺财 瞬间就找到了快速赚钱的方法 他们之后又打开了一堆情侣的房门 拿着相机一对乱排 并要求对方买下一瓶优酸乳 一口价 一万 买了 就删掉照片 就这样铁柱和旺财如法炮制 不一会就赚到了五万日元 五万日元啊 上次的一万都可以莫凶 这次绝对肯定 按着有用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哈哈哈哈 于是 两人就心沉沉的找到了友荣 并忙回期待的把钱递了过去 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友荣这次却毫无反应 被伤反而多了一次忧虑 刚刚警察找我了 说上午有人报警 在网吧啰嗦他们购买优酸乳 我们这个品牌是做直销的 所以我一下就猜到是你们了 旺财和蝶柱两人听后都傻眼了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心媒已经触动到了法律 友荣说 我已经辞职了 不过 这是我应得的 说着 友荣就把钱塞进了自己的内衣里 然后就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旺财大声叫住了他 哼 钱是你应得的 可是我们也付出了劳动啊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应该得到我们该有的回报呀 友荣听后停下了脚步 然后回头看着两人笑了起来 哼 看来你们身上的优酸乳总算是起作用了 然 咳咳 然然然然然后就就 嗯 哦 铁柱和旺财两班倒 轮番跟友荣在屋里做起来 你们自己想做的 他们对不起 这段时长总共十几分钟 相信我还挺好看的 然后镜头一转 三个人行走在一条大马路上 旺财和铁柱跟在友荣的身后认真地说 阿里嘎多 非常的阿里嘎多你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感觉长大了呢 友荣听后笑了笑 你们还不够大呢 然后 然后电影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 日本小清新青春喜剧 虽然娘子没看懂 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 我就是觉得可有意思 怎么说呢 这不就是你们男人年轻时候 对于异性的最初冲动吗 好了 那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吧 这里是蓝牙关人 我是娘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 Muah